第一章贺嘉宇是佳梅集团总裁,年轻俊美,身价过亿,无数美女想和她春风一度,她却不假词色,满心满眼都是我,外人都到我终于熬出了头,只有我知道,她一直在等一个人,她的此生挚爱,那个人却不是我,一时值七月,夏日炎炎。 贺母最近催得紧,又让阿姨端来了不知道哪个偏方煮的汤药,若是以往,为了能与贺嘉宇有爱情的结晶,我定然毫不犹豫地喝下恶臭难闻的汤药,可现在,我却觉得一股恶心直上心头。 我同贺嘉宇大学四年恋爱长跑,三年婚姻生活,陪她从义务所有到成为商业新贵。 于公,我们是坚不可摧的合作伙伴,于私,我们是缠绵恩爱的夫妻。 业界流传着我们的神话,就连合作公司送我们的礼物都是玉雕的连礼汁。 在昨天之前,我也这么认为。 直到我昨天因为喝了贺母送来的祝孕药,半夜心慌地睡不着觉。 看到了贺嘉宇手机屏幕上一闪而过的嘉宇。 我回来了几个字。 向来对贺嘉宇充满信心的我,鬼使神差地打开了聊天记录。 两人的聊天记录始于四年前。 是这个女生主动加了贺嘉宇。 嘉宇。 好久不见,听说,你新交了女朋友。 是个很漂亮的女孩,恭喜啊,嘉宇。 听说你结婚了,祝你幸福,听说,你创业挣了第一笔劲。 真棒啊,起初贺嘉宇态度冷淡。 多数是那个女孩,在主动挑起话题。 直到去年九月,女孩仓促地打了几行字。 嘉宇,我出了车祸,你在哪儿? 我好害怕,隔了几分钟。 是贺嘉宇不便喜怒地回话。 你在哪儿? 看到这里,我心口一致,想到去年九月,正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。 我邀请了许多业界合作伙伴和亲朋好友一起庆祝。 林要上台。 贺嘉宇突然说他在国外的好友,出了车祸,要去照顾。 便匆匆撇下了我,我想要挽留。 却只能看到他惊慌无措的背影。 我硬着头皮上了台。 台下充满疑惑的一双双眼睛,像是要把我包皮尸骨。 那是向来对我摆一摆顺的贺嘉宇,第一次让我难堪。 后来我不是没有怀疑过。 却被他身边的好哥们儿,白思年插颗打混地绕了过去。 原来是这个女孩。 贺嘉宇拼着,让我颜面尽湿,也要去见她。 到了这里,我已经不敢看下去,双手颤抖。 浑身如坠冰枯,我狠狠掐了大腿一把。 竭尽全力,让自己冷静下来,继续往下翻。 自从九月之后,两人的聊天记录逐渐有来有回。 女孩会向她得意地炫耀自己的艺术作品。 贺嘉宇会简洁,却认真地点评。 女孩的生日。 贺嘉宇会跨国与她约会,送她精心准备的礼物。 看到这里,我已经泣不成声。 侧过身看着躺在床上熟睡的贺嘉宇。 第一次觉得她英俊的脸变得如此面目可憎。 二贺嘉宇宠我入骨,这是人尽皆知的事。 她恨不得把心抛出来给我看。 大一的时候,她手头不宽裕,为了给我攒钱买礼物。 连着打三分零工,一个月下来,人瘦得不成样子。 我来姨妈肚子疼。 她深夜顶着雨跑了三条街,给我买纸通药。 我想吃老家的雪棉豆沙。 她为了给我做这道菜手,被油蹦出了好几个点子。 大学毕业那年,她瞒着我买了钻件。 在柳絮纷飞的操场里,向我求了婚。 我感动得泪流满面。 在周围同学的祝福下点了头。 可就是这么好,这么爱我的贺嘉宇硬生生地背叛了我。 我的心在滴血,三回过神来。 我拒绝了阿姨递过来的汤药。 这时贺母穿着睡衣从楼上下来,见我没喝药。 脸色一沉,周眉啊。 你和嘉宇结婚都三年了,还没有孩子。 听妈说,这都是为了你好。 难道你不想和嘉宇有个可爱的孩子吗? 又是这句,又是这句。 当初就是因为信了贺母的鬼话。 我去做检查,喝中药,喝偏方。 就为了能给贺嘉宇生的孩子,结果最没少遭。 还一点效果都没有。 最可怕的是,过去的我竟然还打算继续下去。 三年的婚姻生活磨平了我的棱角。 也杀死了从前自已飞扬的周眉。 剩下的我是个被驯化了的,毫无自我的周眉。 我突然心惊。 妈。 或许应该让嘉宇去做个检查,贺母突然像是炸了毛的母尸一样。 急言立色道,周眉。 我真的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女人。 嘉宇能有什么毛病? 你真的太自私了。 为了不和要编出这样的借口。 紧接着是一声近乎于无的低语。 真是不如楚飞,我心猛的一跳。 楚飞? 跟贺家宇暧昧不清的那个人,昵称就叫楚楚。 我恍然间大彻大悟,他们都知道。 贺母知道楚飞的存在。 贺家宇的好友白思年也知道。 只不过,他们都当我是个傻子。 居高临下的,看我被贺家宇玩弄于鼓掌。 现实狠狠扇了我一个巴掌,我对他们真心相待。 却只能收获一群白眼狼,贺母白思年如此。 贺家宇也是一样。 枝丫的开门声,驱散了房里的紧张氛围。 贺家宇一身鼻挺的宝蓝色西服,眉眼深邃。 容光焕发,看见阿姨手里端的汤药。 了然地皱了皱眉。 妈,我说过,不要给小梅喝这些。 贺母一改在我面前嚣张地气眼,笑得和蔼。 哎呀,就是用来给你们补身体的。 不喜欢就算了贺家宇没有理他,快不向我走来。 轻轻地拥住我,冷峻的眉眼柔和下来。 小梅,有没有想我? 我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绿豆糕,他琥珀色的眼睛。 真挚中,又带着几分期待。 像只摇尾起怜的小狗,乔。 他就是这样可恨的人,不爱我,却又讨好我。 依偎在他宽阔温暖的怀抱里。 我却觉得,像是深处寒冬,手脚冰凉。 四夜里,他在身后拥住我,着吻我的脖梗。 我伸手制止了他,仍带着几分不死心问他。 嘉宇,我想家了。 你明天跟我回东北,看看我爸妈行吗? 我的语调,带着贺嘉宇听不懂的哀气和祈求。 明天是那个女人回国的日子。 只要贺嘉宇答应跟我走, 我就可以当一切贺嘉宇略带沙哑的嗓音打断了我的幻想。 小梅,公司这段时间正忙,过两天行吗? 他声音淡漠,却满眼宠溺,不带半分心虚愧疚。 好像是我在屋里取闹一样。 我因为幻想,逐渐火热的心一点点平静下来, 直至没有任何涟漪。 好我听到自己麻木地回答,一夜无眠。 第二天一早,我能感受到他轻柔地吻了吻我的眉心。 轻手轻脚地走出房间,我鼻头一酸。 他这是图什么? 要是他早告诉我,心里有人。 我绝对不会招惹他,绝对不会。 一个小时后,我穿着运动服, 戴着鸭舌帽,偷偷跟在他身后。 为了避免暴露,我随手来了一辆车。 司机了然而怜悯的眼神让我无地自容。 就这样,我们跟着贺嘉宇的车去了机场。 我眼睁睁地看着贺嘉宇有说有笑地带着女孩去了附近的五星级酒店。 车里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。 我看到司机的嘴张张和和,欲言又止。 我顾不得气他。 付了车费后,匆匆跟上前面两人的脚步。 酒店的电梯要刷卡,看着电梯停在了七楼。 我心意横拐到了安全通道,一步一步爬上七楼。 汗水打湿了我苍白的脸。 我狼狈地倚靠在布梯门口。 远远地看着贺嘉宇和女孩热情地接吻,开门。 最后,门又砰得一声关上。 不知道是不是酒店空调开得太低。 明明是三幅热下,我却一阵寒战。 牙齿止不住地颤抖,无我心灰意冷。 跌跌撞撞地回了家。 贺母悠哉悠哉地躺在摇椅上,见我回来。 连忙提醒,周梅啊,别忘了喝药,趁热喝才有效。 下午我还给你预约了针酒,别忘了去。 我从睁眼开始就没吃过早饭,这会儿胃里空空。 翻了一圈,没有找到除了汤药以外,任何能吃的东西。 听到她的话,我想到苦涩难喝的汤药。 想到细长的银针扎进皮肤的刺痛感。 突然星火攀升,满腔只剩对这对母子的恨意。 我没有答话,而是去库房找了个衬手的斧头。 回到厨房,狠狠地砸像装着要的砂锅。 伴随着砂锅霹雳啪啦碎裂的声音。 锅里的药枝四箭,看着满地狼藉。 我却觉得一阵过瘾,为了贺家雨,我强忍恶心对贺母委屈求全。 而现在,我一点也不想忍了。 贺母听到碎裂声,不敢置信地转过头看向我。 周梅,你真是疯了。 我冷笑,更疯得还在后头呢。 只见我拎着斧子走到二楼尽头的厨师。 这是贺家的境地,贺家雨对我百般温柔。 唯独不肯让我进这间屋子,过去我尊重他,信任他。 可现在是他,让我对他的信任变得如此廉价。 我一斧头狠狠砸在门锁上,发出枪的一声。 使用多年的门锁断裂开来。 尽管已经做好心理准备,我却还是被眼前的一幕刺痛了双眼。 只见昏暗的房间里摆满了贺家雨和楚飞轻易的合照。 照片里,贺家雨面容青涩,意气风发,楚飞白皙秀丽。 远远看着像是一对金童玉女。 原来是年少情深,是我眼瞎兴芒,不识抬决。 阻碍了一对友情人,跟上来贺母见瞒不住。 索性得意洋洋地讽刺我,不是我说。 楚楚长得漂亮,当年何嘉雨那是人人羡慕的一对。 要不是,啊,我面无表情地挥出一斧子,打断她了她的幸灾乐祸的话。 斧子擦着她的脸颊而过,深深地砍在了惨白的墙上。 贺母被吓得瘫倒在地,手脚并用地向外爬。 嘴里还颤颤巍巍地念叨,疯了,真是疯了。 疯了吗? 或许吧,贺母被我吓得不敢出房门。 估计正抖着手给贺嘉宇打电话。 不过贺嘉宇估计是不会接的。 她这会儿正忙着小情人的事儿呢。 我默然地坐在沙发上,内心是久违的平静。 六就这样,我从天光大亮坐到日暮西垂。 贺嘉宇回来时,被昏暗的房间中静静地坐着的我,吓了一跳。 为什么不接电话? 我估计她没有接到贺母的电话。 她以为我在质问她,琥珀色的眼眸暗了暗。 轻声向我解释,开会太忙了。 手机还没电了,我痴笑一声,贺嘉宇。 骗我有意思,见她还是要装模作样。 我索性摊牌,五星级酒店住得挺舒服吧。 七楼室也不错,她的脸一瞬间湿了血色。 猴姐滚动,我听到她艰难的声音。 小梅楚楚刚回国。 我得照顾她本以为我对贺嘉宇已经没有任何念想。 但是,听到她脱口而出的楚楚二字。 我的眼泪,还是断了线一样流了下来。 为了贺嘉宇放弃公费出国深造的机会时,我没哭。 刚刚创业被竞争对手抢走客户时,我没哭。 结婚三年,没有孩子,被贺母各种刁难时,我没哭。 可是现在,我却哭得心如刀脚。 像是要把这些年的委屈都哭出来。 七年啊。 整整七年,光阴都错付了。 贺嘉宇,你到底有没有心? 如果不爱我,你大可以直说。 你为什么要骗我? 是我不值得你的真心相待吗? 贺嘉宇心疼地抱住我。 她的双臂像是钢铁铸成的一样,让我挣脱不得。 我看到她双目通红。 小梅,我爱的是你。 我嘲讽地扯了扯唇角。 贺嘉宇,不要恶心我了,放手! 你给我放手! 我用力挣扎,最后狠狠咬住她的胳膊。 她吃痛地撕了一声,放开了我。 贺嘉宇,如果你还是个男人, 就尽快和我离婚取你的出出去,不要脏了我的眼。 我拎起早就准备好的行李箱,向门外走去。 贺嘉宇想追上来,被走出房间的贺母给拦住。 走到别墅门口时,我还能隐约听到贺母在抱怨。 贺嘉宇啊,她就是个神经病,我没有丝毫犹豫。 就这么大跨步地向外走去。 妻尽管离婚协议书已经寄给贺嘉宇。 她却始终无动于衷。 我催促的短信只能换来她,求我回头地挽留。 无声的较量开始在我们之间来回拉扯。 这日,我正在公司开会。 花店的起手就把一大束鲜艳的蓝玫瑰送了上来。 蓝玫瑰精致美丽,价格昂贵。 就如贺嘉宇对我的爱一样,外表华丽。 却花期极短,周围开会的董事和助理纷纷夸赞。 这玫瑰花可真好看。 贺总真是有心啊,总周总真是恩爱。 结婚都三年了,还是跟蜜月妃一样,到底是白手起家的夫妻。 和别人是不一样的,我自嘲地笑了笑。 白手起家的夫妻,笑话罢了。 跟青梅竹马的初恋比起来,屁都不是。 我拿起花束扔到了垃圾箱里,平淡地宣布。 我和贺总要离婚了,诸位也不用担心。 股权已经分配好了,不会对公司有太大影响地抛下炸弹后。 我不顾众人惊诧的目光,走出会议室。 把我厌烦了贺嘉宇无聊的手段。 想要去贺嘉别墅与他做个真正的两端。 站在别墅门前,我尝试输入密码。 却屡屡显示输入错误,我被气笑。 给贺嘉宇打了电话,电话接通了。 传来的却是一道甜美的女生。 喂,谁啊? 打开门,电话那头的女生好像才反应过来似的。 是美姐姐,抱歉啊。 我和嘉宇现在还不方便哦,听着电话那头嘟嘟的提示音。 我按灭了手机。 笑话。 这么多年,我是吃素走过来的? 别的没有。 一把子力气还是有的。 我在别墅周围的花圃里挑了几块大小合适的石块。 绕过别墅的正面,从侧面瞄准贺嘉宇的卧室。 用力抛上去。 满意地听到玻璃的破碎声和女人的尖叫声。 觉得一块石头还不够醒目。 我又陆续地向上抛了几块。 大概是觉得我的礼物还不错。 我被请进了别墅。 贺嘉宇上前想要靠近我,被我扇了一巴掌。 你换的密码,贺嘉宇愕然。 猛然回头瞪了一眼,在他身后楚楚可怜的楚飞。 小梅,只要你肯回来。 想设什么密码,就设什么密码,站在他身后的楚飞变了脸色。 我环顾四周,看到别墅的内饰都被大换选。 客厅里,我精挑细选的花瓶,毛毯都被换成了另一种张扬的风格。 不愧是留学回来的艺术家。 我冷笑,不必。 你只要早日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,就是帮了我大忙,贺嘉宇。 事到如今,你是为了爱我而挽留我,还是为你自私的心在挽留我。 贺嘉宇。 不要逼我恨你,贺嘉宇想要拥抱我的手,颓然地垂了下来。 最后,我如愿地拿到了离婚协议书。 临走前,我笑着回头看了眼表情各异的两人。 贺嘉宇。 江山一改,本性难移。 你怎么确定,背叛过你的人不会再一次背叛你? 九贺嘉与何楚飞的往事,在我看到聊天记录时,就已经拜托私家侦探查得一清二楚。 那个私家侦探能力十分不错。 我也是他的老主顾了。 我从来没想过,用来对付商业对手的手段,有朝一日,会用在整边人身上。 所谓至亲至叔夫妻,不过如此。 两人的故事,狗血又俗套。 青梅竹马,两小无猜。 后来理所应当地在一起了,两家家境都不错。 早早的为儿女做好了打算。 坏就坏在贺嘉,在贺嘉与高三那年破产了。 贺父受不了打击,跳楼自杀。 贺嘉与何贺母变卖家产,才勉强还上巨额债务。 楚家人势力,当场退了婚,送楚飞出了国。 至于楚飞是否愿意? 不得而知,时过境迁。 贺嘉与转身成了赫赫有名的嘉梅集团总裁。 贺父的生意,却越做越差,不得已楚飞回了国。 楚家人重男轻女,须言复试,这一回扒上贺嘉语。 要是不惜出点血来,怕是不罢休。 不过这一切都与我无关了,我辞去加梅副总职务。 将手中的股权变卖,拿着巨额资金回了老家。 我就站在一旁,冷眼看她高楼起,看她高楼堂。 时今秋九月,我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家乡。 时光在这座东北的小县城流淌得格外的慢。 我没有通知父母,自己拎着行李箱回了村里。 正在宰珠的父亲,看到我惊得把手中的割肉刀掉到地上。 母亲迎上来问我,小梅啊,嘉语怎么没回来呢? 在最亲近的人面前,我终于不用故作坚强。 我颓废的哽咽,我们离婚了,妈。 贺嘉语她出轨了,父亲气得拎着刀,要去教训贺嘉语。 被我拦了下来,母亲轻柔地抚摸着我的头发。 让我留在这里,多休息几天。 我就天天跟着父亲杀猪,去市场卖猪肉。 曾经不懂事的时候,我十分厌恶父亲粗鲁的职业。 可正是常年杀猪抬猪的日子,让我力气大于常人。 让我在外闯荡这几年,不受人欺负。 年轻时,心高气傲,只想挣钱扬眉吐气。 等到一切尽在涨中时,我却又爱上了鸡鸣狗肺的乡村生活。 时宜在我的日子,逐渐悠闲稳定时。 一辆奢华的兵力高调地闯进了村子,更准确地说。 是停在了我家门口,车上下来的男人硬朗帅气。 笑起来,嘴边挂着个梨窝。 一见到我像是几十年没见的亲人一样,牢牢地握住我的手。 是周副总吧? 久仰久仰。 他一副油滑的语气让我不喜。 我已经有些明白他的意思了。 我周梅从少年时代就要强,事事要正第一。 后来名牌大学毕业。 即使创业,也不甘心做贺家宇的绿业。 贺家宇是计算机天才,却不通人情世故。 我硬生生以一己之力扛起了家媒企划部的半壁江山。 手握家媒一半的客户资源。 还与开发部的顶梁柱关系匪浅。 归家这几日,已经有很多家媒的竞争对手联系我要挖人。 我无意对贺家宇落井下石,便拒绝了他们。 我知道你要做什么,我不会同意的。 请离开吧,男人拦住了我的去路。 我不是那些冲着你手里客户资源来的人。 我看重的是周总的能力,我听说了周总曾经的战绩。 很欣赏你,如今我们公司还在发展。 如果有幸能得周总赏识。 我愿意拿出3%的股份出来, 我们公司与家媒或许有业务交叉。 但是没有绝对重合。 对家媒造不成威胁, 十二或许是他真诚的眼睛, 让我想起了初见时的贺家宇。 我被他打动了,拜别父母。 我又回到了忙忙碌碌的生活, 每天披心待愿, 让我感觉又回到了创业出气。 一群朝气勃勃的年轻人, 无顾一切,只争朝夕。 在公司产品大卖的那一天, 我通过手机看到了家媒集团总裁再婚的消息。 新娘不出意料的是楚飞? 脑中不欺然地想起, 贺母曾经说的话, 真是不如楚飞我冷哼一声。 带着几分期待, 又带着几分幸灾乐祸地想知道, 贺母和楚飞的婆媳生活如何。 或许是老天也看不惯楚飞。 没过几天我陆续收到了原来在家媒的几个相熟的职员的吐槽。 贺总真是疯了。 让一窍不通的楚飞当了企划部副经理, 楚飞天天用后脚跟响问题。 得罪了不少老客户, 总经理一边要安抚客户, 一边还要和楚飞打擂台。 自顾不暇, 整个公司乌烟瘴气我笑了笑。 转头让公司的人事部最近多发招聘信息。 给的待遇好点, 现在公司正式上升期。 来多少有经验的老员工就收多少。 我是说过不主动挖鹤家与墙脚, 但耐不住人家主动跳槽。 果不其然。 一个月以后, 我在公司里见了不少熟悉的面孔。 其中也包括了颇有能力的前佳梅企划部总经理。 十三再见贺家宇是在我的升职聚会上。 我因为能力突出, 目光敏锐。 带领公司多次做出正确决策。 被公司董事开会, 升任为总裁。 比在佳梅集团时还要升了一级。 我请了全公司的职员一起去本地最大的聚会团建场所庆祝。 中途我去洗手间洗手, 听到了熟悉的低沉嗓音。 我说了, 我妈人是敏感一些, 你不要惹她生气。 她让你喝药你就喝。 是贺家宇, 许久未见。 她憔悴了很多, 听说楚飞进了公司不够。 还要把她弟弟给安排进去。 姐弟俩在公司里搅弄风云, 搞得不少职员辞职。 公司收益下滑, 也难怪她焦头烂额。 只是听她语气。 除非怕是在家里, 也没少和贺母扯头话。 我正要离开, 却默然对上贺家宇的双眸。 曾经神采飞扬的桃花眼里, 一片血丝。 见到我。 她眼中浮现喜色, 小梅, 是你? 好久不见。 你最近过得好吗? 我好想你, 她边说边靠近我。 似乎要拥我入怀, 被我拿起手边的托步, 对到一边。 贺家宇, 你现在是有父之父, 麻烦离我远一点。 我恶心, 贺家宇满脸不可置信。 这是我身后传来明朗的声音。 妹妹现在可是柯达集团的总裁。 贺先生确实不配是傅云轩。 当初去村里找我的男人, 我后来才知道她是柯达的董事之一。 贺家宇阴沉着脸。 你是谁? 是她的新男友。 你有什么资格说话? 傅云轩有些好笑。 对着我眨了眨眼, 我是妹妹的未婚夫。 我警告你离她远点。 她着重强调未婚夫三字。 引得贺家宇脸色铁青。 随后, 我挽着傅云轩的手走进大厅。 没有回头看贺家宇是什么表情。 走远后, 我松开了傅云轩的手, 晚耳一笑, 对她道了声陷。 许是远离了贺母的偏方荼毒, 又或者是事业得意。 我本就名艳动人的脸, 更是光彩奕奕。 傅云轩一时看花了眼, 或许你可以一直挽着我。 如果你愿意的话, 十四那夜之后, 傅云轩像是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, 开始疯狂追求我。 我对救我于颓废中的傅云轩有感激之情, 但还是不想再来一段办公室恋情。 虽然不想承认, 但贺家宇确实伤我之身。 妹妹, 我不是贺家宇。 你也不是过去的你, 给我一个机会证明自己, 和过去的你, 正是做个道别吧, 我答应了她。 而她也没有让我失望, 给了我十足的安全感。 她的爱, 或许没有贺家宇那样热烈, 却如春雨般, 悄无声息, 潜移默化。 一年后, 我们举办了订婚仪式, 当傅云轩颤颤巍的, 给我戴上订婚戒指时, 台下爆发出一阵喝彩, 有双方父母, 也有公司里的职员, 我们是被祝福的。 这让我想起, 当年和贺家宇的婚礼上。 贺母谎称不舒服, 缺席了典礼, 让我颜面尽失。 当时就有媒体发文称, 这是不被祝福的婚姻。 现在想来, 简直荒唐又可笑。 说曹操, 曹操道。 订婚结束后, 我见到了不请自来的贺家宇何楚飞。 贺家宇更憔悴了, 他惨白着脸, 看着我一言不发。 楚飞倒是得意洋洋地跟我说, 梅姐姐, 我怀了嘉宇的孩子, 你也订婚了, 可真是双喜临门。 是吧, 我对这种恶心人的东西, 向来直言不讳, 生怕他核桃人大的脑子, 理解不了我说的话。 谁跟你双喜临门, 我有邀请你们。 滚。 闻生赶来的保安, 粗鲁地把他们赶了出去, 看着楚飞昂着头一脸高贵的样子。 我大发善心提醒贺家宇, 贺家宇, 有时间去医院检查一下吧。 尤其是南科, 我看到楚飞身体一僵, 贺家宇恼怒地看着我, 周围的来宾也以为我在羞辱贺家宇, 狠给面子地爆发出一阵笑声, 我摇撩头, 被傅云轩揽着几夫妇父母敬酒, 十五说来可笑, 结婚三年没有孩子, 贺母一直以为是我的问题, 我也被逼得陷入自证的怪圈,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, 其实是贺家宇出了问题。 我在医院的朋友无意间撞到, 楚飞拿着贺家宇的样本去检查。 检查结果很搞笑, 畸形碎片率高, 活力低, 基本不会有自己的孩子了, 即使有, 也会在前几个月出现流产现象。 楚飞肚子能有这么大都没问题, 一看就是给贺家宇戴了顶绿帽子。 我能提醒贺家宇已经是人之一尽, 我有些幸灾乐祸地想, 十六两年后, 我生下了和傅云轩的爱情结晶, 是个很乖巧的女孩子, 她很省心, 没有折腾我。 生产过程顺利地让医生都感到惊讶, 即便如此, 我还是能感受到在病床前傅云轩用力攥紧我的手, 一抬头看她竟已泪流满面, 哭得像是个孩子。 不生了, 再也不生了, 隔天她就去预约了结砸手术。 出院那天, 父母给我举办了华丽的欢迎仪式, 没有请很多人, 只有双方父母和亲密的朋友在场。 父母也知道傅云轩结砸的事, 颇为赞同地点头。 她爸早就结砸了, 咱们可不心多子多福那套。 就要一个小公主, 想怎么宠就怎么宠。 我知道她是怕我有心结, 故意来安慰我。 我被她细腻的心思感动到, 轻轻地抱着她, 感受她温柔的怀抱。 女儿取名叫傅月梅, 小名叫珍宝, 小珍宝满月的时候, 傅家办了盛大的满月宴, 在来宾无意的八卦中。 我得知了贺家宇的近况, 她过得很不好。 去年储妃生产, 却产出了一个鸡形。 贺家宇终于忍不住怀疑, 去医院做了检查。 又跟婴儿做了亲子鉴定, 结果让她崩溃。 她没有生育能力, 孩子也不是她的。 在她的逼问下, 储妃终于河盘拖出。 孩子竟然是她的亲表弟的。 自从储妃得知贺家宇生不了孩子后, 为了稳固地位, 也为了免受贺母的汤药折磨。 偷偷和贺家宇的表弟搅合在一起, 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借个子。 结果可笑的是, 贺母家天生基因就有问题。 生出来的孩子是个鸡形。 贺家宇崩溃了, 将还在月子中的储妃抱打一顿后离了婚。 又将在家梅工作的表弟和储妃亲弟弟赶出公司。 连同对贺母也生了嫌性。 却不料表弟临走时将家梅的核心资料偷了出去, 卖给了家梅的竞争对手。 商场如战场, 家梅核心资料泄露。 一瞬间对家公司像是闻讯赶来的豺狼一半, 将本就苦苦支撑的家梅拖垮。 珍宝出生的那一天是家梅宣告倒闭的那一天。 一个商业神话就这么断送在贺家宇手里。 我对此没有丝毫意外, 只觉得是意料之中。 就像是当年我对贺家宇所说的, 背叛者终将也会被背叛天理循环。 报应不爽。 时期我本以为会和贺家宇再也没有任何交集。 直到珍宝四岁时, 我带着他去附近的公园玩耍。 无意中看到熟悉的脸庞, 是贺家宇, 多年未见。 他俊梅的脸上没了当初的意气风发, 只留下颓废失忆。 曾经肌肉分明的身材也因为长期酗酒走了样。 他大概是特意收拾整齐来看我。 我担心他伤害珍宝, 警惕地看着他。 他苦笑。 小梅, 不要怕我对不起。 我没有守住珈梅, 虽说珈梅倒闭, 让我快意。 但是毕竟, 曾经也是当自己亲生孩子来看的。 夜深人尽时, 我不免有几分失落。 但我没有表现出来, 不用觉得愧疚。 那是你的公司。 你对不起的始终是你自己, 贺嘉宇没有否认。 他带着几分哀求地问我, 小梅, 你能原谅我吗? 我知道我错了, 我不该出轨。 我心里喜欢的一直是, 我捂住了珍宝的耳朵。 立声喝止了他, 够了。 贺嘉宇, 我对你喜欢谁爱谁, 没有任何兴趣。 不要再纠缠不清了, 事到如今, 都是你旧游自取。 他失落地看着我, 像条犬类一样。 曾经相爱时, 我觉得他可爱万分。 如今却只觉得, 他无聊至极。 我领着珍宝要往回走。 我听到身后传来贺嘉宇的声音, 小梅, 我今天就要走了, 你要幸福。 永远快乐, 我却像当年离开贺嘉一样。 一直往前走, 头也不回。 十八没过多久。 传来了贺嘉宇开车, 把楚飞和他表弟撞下悬崖, 同归于尽的消息。 被救上来时, 三人都没了气息。 这件事在当地闹出了很大新闻。 无数媒体争相报道他们间的爱恨情仇。 据说贺母的亲弟弟和楚家, 天天闹着要贺母赔偿。 贺母无奈, 只能灰溜溜地跑到外地隐姓埋名。 到了这时, 我才恍然大悟。 贺嘉宇那天跟我道别, 却是永别。 我不知道该以何种心情面对这件事。 所幸将之, 随着曾经贺嘉宇送我的礼物, 一起埋葬在后花园。 不见天日, 又是一年盛夏。 我同贺嘉宇的故事, 开始于盛夏, 也结束于盛夏。 远处鸟与花香, 有我的爱人和我的宝贝。 他们才是我应该珍惜的眼前人。 我转身向着他们走去, 再也没有回过头。 贺嘉宇番外, 亦我出生于富贵之家。 有父母的宠爱, 也有青梅竹马的陪伴。 在我最幸福的时刻, 他们突然之间离我远去。 贺嘉破产, 未婚妻解除婚约。 天之交子, 一夕之间落入凡尘。 周围有好事者, 对着母亲指指点点。 我坚持带着母亲搬到了其他城市, 重新复读。 考上了不错的大学, 为了养家。 我日日夜夜无休止地打工, 直到遇见了周梅。 我的小梅, 人如其名, 像一朵热烈的玫瑰一样, 温暖了我灰暗的世界。 她是我的曙光。 我曾发誓要用尽一声, 将她捧在手心里。 二小梅是个很坚强, 很有主见的人。 她坚持要陪我创业, 对公司对团队事事要掌握在手里。 再一次陪着客户喝到凌晨三点后, 我看她笑得灿烂, 依靠在我的怀里。 那时我就想, 我何其有幸, 能遇到这么好的女孩。 大学毕业那天, 我向她求了婚, 我看到有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流过, 便慌张地替她失去眼泪, 发誓再也不要让她为我哭泣。 三我食言了, 楚飞不知道怎么联系上我, 我无意与她闲聊。 但是当她告诉我她出了车祸时, 我鬼使神差地抛下了小梅。 我内心愧疚, 却不由自主, 只是包不住火的。 小梅发现了真相, 我看到她的眼泪一出眼眶, 黑白分明的眼睛里, 写满了对我的恨意。 我害怕了, 求她不要走。 她却没有回头看过我一眼。 四楚飞背着我和母亲联系上了, 把家里的东西收拾一空, 换上了新的装饰品。 我对她们大发雷霆, 却再也找不到小梅存在的痕迹。 小梅将一切看在眼里, 冷淡地提出了离婚。 我再也没有理由束缚住她, 无我心灰意冷。 娶了楚飞, 之后, 楚飞怀孕。 我以为自己终于可以有血脉相连的孩子。 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像个笑话, 公司破产。 我换了个城市给别人打工, 夜深人尽时。 我对楚飞和表弟的恨意 在不断膨胀。 我知道, 是时候做个两段。 在此之前, 我要先去跟小梅道别。 六小梅离开我后, 变得更加光彩照人。 是我误了她, 现在她自由了。 她还是不肯原谅我, 我心知肚明。 气离开小梅后, 我蹲守了楚飞和表弟三天。 终于找到了时机, 车子掉下悬崖的那一刻。 我看到他们脸上惊恐的表情。 我的内心一阵快意。 小梅, 从此这世间再也没有 能够让你痛苦的人了。 恍惚间, 我回到了大学时光。 笔实。 我是 感谢观看